好了 然后呢 咱们说一下这个非先对价和应付客对价 那么这两个呢 咱们过去也有 但是呢 相对来说啊 就是因为都各安排各的啊 这个大家可能没太关注过 这么一个 那么在我们中级里啊 对他的强调也不是很多 重点呢 在非先对价上 那咱们说一下 那非先对价 这个咱们注意 那它主要包括什么呢 什么食物资产啊 无形资产啊 股权啊 客户提供一些广告服务啊 这类的 就是我把东西卖给你了 对吧 你给我的是这些东西 而不是现金 那这么一个 那其实呢 咱们想一想啊 如果啊 我在这边 我拿的是我的商品有型的啊 这类的 换来的也是这类的 其实咱们是有一个东西的 叫什么 非混资产交换 对吧 那非先对价的话 咱们注意 说 关键这个金额问题 它是用收准的下啊 我拿我的主营的商品服务来换来的 是你给我的非先资产啊 这类的无形资产啊 股权啊 这类的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来确定交易价格 这个注意 首先在合同开始日 合同开始日 按照对方就要开始那个时候 合同开始那天 对方要给我的非先对价的公允价值 确定交易价格 一定是合同开始日啊 比如说 我拿我的假定啊 这是有型的存货 如果你换了你的公允资产 然后你给我了 注意不是非混资交换啊 是收入准则 然后这个时候你给我了 我按合同开始日那天 当天 你给我的那项公允价值的公允价值来确定交易价格 这么一个 然后如果公允价值不能合理估计的 翻过来 那按什么呢 按照我承诺向公允价值转向商品的单独售价 来间接确定交易价格 本来呢 是应该你给我的最交易价格 现在呢 确实拿不到 所以反过来了 用我给你的商品的正常的单独售价 最交易价格来考虑 这是合同开始 那大家知道 你给我的非现金对价这个东西 它价格是有变动的 对吧 所以注意 在合同开始之后 如果这非现金对价 公允价有变动怎么办 注意 如果啊 说这非现金对价这个对价形式而发生的变动 比如说它是股票 有价证券这类的 那这个变动计划并不进入交易价格 这个主意 不作为交易价格啊 这不是说影响收入的问题 但如果是对价形式以外的原因发生变动的 那这不叫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 然后就交易价格影响我们收入确认 这么一个啊 好了 咱们看看小例子 假企为客户生产一台专用设备 然后双方约定 如果假企能够在30天之内交货 除了正常给我的现金对价之外 还给额外的600股的客户股票作为奖励 给这个 那么合同开始日这股票价格每股四元 注意啊 合同开始日非现金对价 对吧 那么跟以往今天 假企业啊 当然是估计 说这600股股票啊 提供应价值就交易价格 将满足雷毅确认收入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现金条件 那这可以的 对吧 然后到合同开始之后 到第27天 对吧 第27天 因为注意啊 有人说这不跑肯定对价呢 注意啊 如果说人家直接给你了就好办 直接就给了 但人家限定条件 是三天之内交货我才给你的 所以呢 本身给的是可明 那这个非现金对价 但这个条件 交货的条件 是可明对价这块 所以他你都考虑进来 对吧 这么一个 然后到第27天 已经交付了 所以这600股就拿过来了 但这个时候啊 股票价格已经变成每股4块5了 那假期啊 把这股票作为公益价格上写 不用做当机水平的准转 再联系咱们前面内容啊 好了 那这个例子注意 合同开始 每股4块 而且呢 这600股价价值 进入交易价格 会满足那可明对价 那收入即可不复 重大转回条件 所以 这2400是进交易价格的 2400 明白 然而第27天 第27天 获得600股股票 每股4块5了 这个变动 无尽交易价格 进攻允价值 变动损移 这么个意思啊 这要注意的 好了 改一下 改一下什么呢 这假定合同开日 缺乏进行类似合同的经验 所以呢 这个我继续做交易价格的话 我也不满足说 金额的不夸 重大转回的现象条件 这玩意估计不了 估计不了 其他条件都不变啊 那这种情况下 你这600股供应价值 技术需要价格 不满足那个肯定对价 那转回限制那个条件呢 好了 那就不能往里进 那么这个例子当中注意 因为缺乏经验 而且咱们说 合同开日估计了 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这个 这600股供应价值 不能技术需要价格 合同开日的时候 明白 然而第27天 第27天 实际获得了 实际获得了 美股四百五 这个时候 注意 注意啊 这个时候 按照合同开始的 估计价值 2400做收入 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啊 不是整个2700啊 是2400做收入 因为是按什么 合同开始这个价格 还是合同开始的价格 即使当时不能估计 现在定下来了 这还做收入 而对下形势本身的变动 那300元 进估计价值变动损益 换句话说 这可变对价开始 我估计时候 那没有啊 没有估计 当时没做 后来呢 获得了 我还是要做收入 但是按合同开始日的 按合同开始日做收入 所以是2400 对吧 2400做收入 而它本身的变动 做于什么 物件变动水 这么一个啊 所以这例子 希望大家掌握 对吧 那此外还要注意一点 说企业啊 像客户在主要商品同时 如果客户啊 像企业给这种材料 设备人工这类的 协助企业履行合同 那么企业就要评价一下 说这类的商品 我税率不达到控制权了 如果取得这类商品控制权的 那这类的就属于非先归价 如果没取得到 不算啊 所以这个企业就是什么 有时候这种所谓来料加工的这种 咱们要判断一下 是怎么回事 那再叫应付客户对价 那这个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企业啊 在向客户转向商品同时 需要向客户或第三方 这个第三方只是客户的客户啊 那么支付对价 有这类特殊情况 那对于这类的 对于这个交易价格 注意啊 我们将应付对价这部分 要充解 交易价格 但是呢 如果啊 应付客户对价 本身不是 那直接给对方的 而是说为了从客户那里取得 其他相关肯定讯文商品的除外 那么这个呢 咱们教材没多说啊 但是我说 咱们多讲一点 对吧 咱们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咱们说一下 这个关于应付客户对价 这个问题啊 应付客户对价 这话 注意 我们一旦呢 发生了这个 我们就要判断一下 说应付客户对价 那是否是为了取得 客户向我这个主体 转向肯定区商品的 服务的这个情况 本来呢 是我在 那我把我东西卖给你 但现在呢 我在卖给你的同时 我还给你一部分钱 不光你给我钱 我要给你一部分钱 那这个我就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我要从你那买东西 对吧 那如果是否 那整个我就不从你那买东西 好了 那么 最交易价格的 这个第一件 就是冲击收入了 那么第一件事件呢 是领下两者 十万事件 一个确计收入时 一个呢 支付或者成的支付客户对价时 十万事件 低线收入 比如说 有一些 那这个商品 在卖给大费厂 大费厂往外卖 那么就存在这么一个什么 也会有对象的问题 这一种 那如果说 是为了取得 肯定是为商品服务的 我们还要进入评价 对吧 这主体能不能够合理估计 这个应收的 商品服务的供应价值 我既然从你那买东西 那是要供应价值买的吗 对吧 那如果是否 算不了供应价值 它是个象征性的东西 好了 依然作为交易价格 收入的敌借 对吧 那如果说是的话 我还得再看一下 我应付的对价 是我超过了 我从你那里取得 商品服务的供应价值 说比那多 对吧 那如果是否 没超过 那等于就我从你那买东西 所以作为单独采购 商品服务处理 跟我说没关系 那如果是超过了 那拆行两部分 对吧 超出部分的 还是作为收入的敌借 那交易价格的敌借 没超出部分的 剩余部分 那么还是作为 单独购买商品服务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呢 咱们书上没有 但是呢 我觉得稍微扩展一点 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好了 那咱们看一下 19年考虑一个判断题 说销售合同约定 客户支付对价形式 是股票 那么企业要将合同开始后 股票控制价值变动 调整合同交易价格 那是不对的 对吧 因为对价形式的变动 这部分 并不进入交易价格 对价形式 那我们在数年考量 是主管题为主 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最宽定比较少 那么这个主管题 咱们后面都讲完了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好了 那这咱们来说 关于这个交易价格的问题 交易价格这块 那注意啊 咱们说了 合同开始就要考虑 对吧 第一个这个合同都在说什么 合同里的权利义务都说了 合同开始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啊 这话 那么这回咱们看到 我们的交易价格要定下来 我的领域义务得确定出来 那他们什么关系呢 这得考虑对吧 这样得考虑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关系是极其紧密的 这样一个啊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我们这五步法啊 然后注意解锁我们的第四步 那交易价格和单身领域义务的关系 那咱们其中说 给多少钱 干多少事 对吧 干什么样的事 得拿什么样的钱 那么在我们收准的下 就是这个交易价格分摊到 这个每个单身领域义务项 那往每个分摊上 那如果我就一项好办 那我就一个领域义务 那所有都是他的 那关键我们这里可能不止一下 那很可能不止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分摊过去 因为分摊完了我们才能对收入做劝积量嘛 对吧 要是我们前四步都在准备去确认收入 都在准备对吧 所以在合同开始就要准备好 然后到了第五步才去确认收入 那 所以咱们同学学的时候啊 都觉得前四步 那不太好理解 因为这是一个准备工作 那过去呢也一样有这准备工作 只不过呢 写的简化了而已 现在呢 把这个写的麻烦了一点 难了一点应该说 对吧 那不管怎么样 咱们这一步做完了 后面就好办了 对吧 好了那咱们说一下 首先咱们说 对这个交易价格分摊的时候啊 是这样的 如果有多项履义务的话 那么注意 每一个单项履义务的金额 分给它交易价格 等于我确定好的交易价格总额 乘以分摊率 所以关键在于这个分摊率的问题 关键在于这儿 对吧 这么一个啊 那就像咱们说 还不记得不记得啊 咱们股心资产的时候讲的 一揽子够多项 没有大多标价股心资 那买方来说 是什么 买方来说 他得考虑什么 每一项他得入账 虽然供应价值的比例 是吧 如果卖方呢 卖方他要考虑 那就我这些资产 是不是同样的 合起来作为一个履义务的 还是多个 是吧 如果是多个的话 那些我要分不同收入来走 又不同收入的 对吧 这样一个 所以他也有一个分担的问题 那分担问题 所以基本公式是这样的 对吧 那首先咱们说一下 交易价格分担的基本规范 对吧 那么原则 注意 如果核重包含两项 乃至多项略义务的 那么企业要在合同开始那天 所以咱们前四步 是在同一天来完成的 合同开始那天 按照各单项略义务 所承诺的商品的 单独售价比例 将交易价格分担到各单项略义务 那这是原则 那这原则 对吧 那么有一条非常关键 后面上又用得上 说企业分到每个单项略义务的交易价格 必须能够反映它 反映 因为啊 相处转让了 你承诺的这个商品 而预计有些收的对价进购 就我给你分的这交易价格 你是正常一个 预计收的对价进购 那不能是一个不正常的价格 关键在这儿 后面上又用到它啊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说这分担率就定下来了 对吧 分担率等于什么 单项略义务的单独售价 除以合同向下各单领略义务的 单独售价的合计数 不就分担率吗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看 单人鲁鱼的金额就出来了 很简单对吧 用俩公式一说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下一个单独售价怎么确定 你一定有单独售价啊 那注意 所以单独售价 就是我企业向客户 单独售商品的价格 单卖的 你看 那么通常来说呢 说企业在类似环境下 像类似客户 单独售商品的价格 就这种环境正常我来卖的 这种单独售价格 那就是它单独售价最佳证据 那么这点就要注意了 就要注意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 有些地方它给你卖 但从来没卖过的东西 假的对吧 它给你把价格标的 又高啊又低啊什么的 那个东西那都是假的 关键呢 它正常来卖的话呢 一定是给你搭配了很多东西去卖 所以这个时候呢 某商品它没有单独卖过 那不叫单独售价 必须是真正的 正常的单独卖过的 那么这是一个最佳证据 那注意 有时候啊 KT给的这合同 或价格表上这标价 它可能是单独售价 但不一定 那它就是 所以不能直接默认为它是单独售价 这要注意 那大家看有很多地方卖东西都是虚标价格 对吧 标的很高 对吧 那么这个不是 因为它从来没那么卖过 从来没那么卖过 那就不是单独售价 但有的那人正常就那么卖过 所以那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不能直接默认啊 然后 如果单独售价 无法直接观察到的 坏一话说 没有啊 市场价 那没有在市场交易过的价格 那这个时候 要综合考虑其能够合理取得的全部的相关信息 用市场调整法啊 成本加成啊 余制法啊等方法 合理估计单独售价 那么在这话 咱们来说一下 这几个方法啊 一个 市场调整法 那么这个是企业根据某个商品 或类似商品的市场收价 考虑到本企的成本毛利等那因素做调整之后 去那单独售价 那那么就是什么呢 像这里呢 就是找市场上 要么跟他一样的 和要么跟他类似的商品 他的市场收价 然后呢 不直接拿过来 然后呢 是考虑到我这个企业 我的成本 我的毛利的定价之后 确定的这么一个单独售价 这一个 那么再一个呢 叫成本加成 那么这个呢 是根据我这个商品的预计的成本 加上我所去的合理毛利之后的价格 作为他单独售价 这也可以 那么极特殊的一个叫余制法 余制法呢 是倒极的 就合同向下啊 别的都有 有一个没有 对吧 所以没办法倒极你 用整个合同交易价格 减去合同向下 其他商品的可观察的单独售价之后的余制 就给你这个了 对吧 你这一个天头 对吧 搭的 所以呢 直接倒极你一个 那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单独售价的估计 这三种 那怎么后面啊 讲到供应价计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和我们这单独售价 估计是有相似之处的 供应价计量啊 到时候会有相似之处啊 这个咱们到时候会说 那 那么这里注意 我们选择一般主要是 前两种 而前两种无法选择的时候 再有第三个 优选前两个 而前两个之间没有先后提侦 你选哪个都行 对吧 就是你觉得哪个 是更能证明它 就是哪个 没有优先提侦啊 而第三种方法 是万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万不得已的啊 这个要注意 那么他什么情况下呢 说如果啊 商品近期售价波动浮动巨大 或者呢 因为没有定价 且没曾单独销售过 使售价无法可行 确定的 这个时候采用 余制法 万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但实际当中 它有它存在的空间 就确实有需要用它的时候 但是呢 通常是不用的 好了 咱们看例子 说21年的3月1号 甲和客户 甲公司和客户签认合同 向他销售AB两个商品 AB两个商品啊 这块 那合同价款啊 规定是这样的 那同价款 一共是2000元 2000元AB 约定 A商品 在合同开始日交付 B商品呢 一个月之后交付 但是 只有两项商品 全都交付之后 甲公司财务权收取 这2000元的合同对价 那么换句话说 我A交付了 但能不能取得 合同对价呢 取之于B B一旦交付了 就没问题了 那么 说假定啊 A商品B商品 分别构成单元领域 各式各的 控制权呢 一旦交付给客户时 就转移了 A商品单数数价500 B商品单数数价2000 不含增税的 且不考虑相关税负影响 那这里面 现在咱们就存在着 两个问题 第一个 咱们需要 对AB做分配 因为合同交易价格 是2000 我们需要 给A和B分配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A什么做收入 控制转移 做收入 咱们前面讲过 但是呢 那个时候产品产生 无权收入权 没产生 所以A这时候做投资资产 明白 所以这里面 咱们说 分给A的合同的价款 交易价格 是多少 400 明白 就是500 除以500 加上2000 那这单独售价比 乘以我的交易价格 这2000交易价格 注意啊 这个2000是B的 这个注意啊 这个2000是B的单独售价 那 这个500是A的单独售价 而这个2000是合同交易价格 是吧 分为B的同样一算 是吧 一算多少 1600 1600 这么一个 那相应的 贾公司说了 我要A商品交易客户了 与商品有关控权转移了 留意又完成 但是只有交付了B了 才无条件收横资亚权利 因此 关于这400是做横资产 这400元 横资产 A这块 所以呢 一旦我A交付了 注意 可做收入 那么借横资产 贷主义用收入400 这个注意啊 可以做收入 控权转移了 就贷收入了 借呢 是什么 辅条件的收款权利 所以借横资产 400 这样一个 然后等交付B B一旦交付了 那好了 我就取得五条件收入权 而且B交付了 控权转移了 所以注意 借应收账款2000 其中 贷横资产400 这转过去了 对吧 这400那个 还有1600 是B的收入 这样一个 然后等收钱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可以了 这么一个 那么咱们说 如果横中有多项 两项两项商品 而且呢 这个价格 变得幅度较大 或上位确定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往往用多种方法 将结合方式 对横中所承诺的商品 单数下做估计 那么这块咱们注意 因为呢 他说两项或两项以上商品 都存在这个变动较大的 或价格未确定的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是怎么做啊 就用余制法 估计 那个变动幅度较大的 那些的单独售价的总和 对吧 因为他这几个啊 他本身价格变动大 每个都变动较大 所以这几个合起来 做余制法 那么用其他方法呢 这估计 那么那些可没区分的商品的单独售价 另外一些 对吧 所以分开 分开来做 各算各的 明白 那么在这个时候要注意 一旦呢 用多种方法 相结合来估计 每项商品的单独售价实 那么一定要考虑咱们前面说的 就是这种评估方式啊 是否满足交易价格所分担目标 就充分反映我转向这商品 应该获得预期收取的对价金额 明白 这么一个 那么如果啊 就是刚才说的 分担这个各项的履业义务 或革命设计交易价格 能不能反映到 我正常的转移成的商品 与有时候对价金额 能不能反映到这一点上 这是关键 刚才咱们强调过的 明白 那如果用与日法估计 发现呢 导致某些单项旅行义务的 这个单独售价 为零 甚至金额很小 那这个时候 可能这方法就不太恰当 那这时候就别用这个方法 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了 用坏方法 这么一个啊 那刚才那个 咱们说估计的问题 那再一个 关于分担合同折扣的问题 合同折扣 这话 那么这个注意啊 所以合同折扣 指的是合同中 各单项旅行义务 所乘坐的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和 高于合同交易价格的 这叫合同折扣 那这叫合同折扣 那过去啊 咱们不是这么叫啊 过去咱们可能叫商业折扣 对吧 这类的 现在不是这么叫了 现在叫合同折扣 比那商业折扣那个 却范围更广了 对吧 那么回忆一下 我们本章的例一 当时 咱们说 那三个 又有呢 授权无营资产的 又有呢 这个相关的安装的服务的 又有呢 这个质保的 那么整个 单独售价合计是206万 但合同的交易价格 是200万 所以有 对吧 6万的合同折扣 那同样的 刚才那个例子也是 AB两个商品 单独售价 一个是500 一个是2000 合计2500 但合同交易价格 只有2000 所以也有一个合同折扣 对吧 那对于合同折扣 咱们也有个分摊 按照各个单向旅游 义务之间 按一个比例分摊 对吧 那么这个公式就这样的 就单向旅游 要分摊的合同折扣 用合同折扣总额 乘以分摊率 按说原则是这样的 按说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分摊率又什么呢 用各单向旅游 义务的单独售价 除以合同下下 各单向旅游 义务的单独售价的合计 这么一个 所以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 一般情况下 并不会这么做 对吧 就是通常情况下 如果没特别指定的话 我在分摊交易价格时 就一并分摊合同折扣了 比方说咱们的利益 和刚才那个例题 都没有单独去分摊合同折扣 但实际上呢 每个都负担了 对吧 每个都负担了 交易价格 就比单独售价少 那部分就按比例价分摊了 所以没有单独分摊 这一般情况下啊 但是注意 有特殊的 什么特殊呢 就是 如果有需要证据表明 合同折扣后 只与合同中的部分旅游义务 但不是全部旅游义务有关 那么这个时候 我这个折扣 只能分到相关的那部分旅游义务当中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时候分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注意 咱们说 单线旅游义务分摊合同折扣 用合同折扣总额 乘以分摊率 而这个分摊率 则等于什么 相关的跟合同折扣有关的 单线旅游的单独售价 出于有关的单线旅游的 单独售价的合计数 乘以百分之百 按这么来做 按这么来做 就是有关联的那部分 相关的部分 不相关部分 不分摊这个 不相关的是不分摊这个的 这要注意 那么说了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才将合同折扣 全部分给那其中相关的旅游义务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个 我这企业经常将口中啊 各种可明确区分商品 那单独销售 或以组合方式来单独销售 或者呢 这个东西就单卖 或者是呢 这两个组合起来单卖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企业经常将其中部分 可明确分商品 以组合方式按折扣价格 单独销售 不过我这东西都单卖 有一些呢 我就像组合卖时候还打折 然后第三个 就是咱们第二项中那个组合下的折扣 和我们现在的合同中的折扣基本一样 而且呢 针对每一组合中 商品的分析 为这种啊 合同折扣是归属于某些 那么旅游义务提供了可观察证据 就是我们通过观察就能发现 咱们所谓的合同折扣 其实就是其中部分的旅游义务 带来的折扣 跟另外一部分没关系 另外一部分其实就没打折 就这个意思 咱们看个例子 说蒋思啊 与客户签订了合同 向其销售ABC三种产品 合同总价格120万 这三种产品构成了三个单线领域 各算各的 对吧 那么经常我A是单独卖的 我能看到交易价格单独售价 那50万 BC呢 他俩单独售价并不可直接观察 但是呢 我能算出来 用上调整法 估计出B单独售价25万 才用上什么加成法 估计C单独售价75万 都有对吧 虽然没有直接卖 但是我能算出来 然后呢 经常卖的时候 A就50万 BC呢 往组合卖 组合还打折卖70万 虽然我单独售价 125 175 合计100 但组合一打折 70卖出来 那不好意思增税啊 那么现在注意 这三种产品单独售价合计150 合同 咱们这个合同的交易价格 120 所以这个合同下的折扣30万 我们会发现 这三万可能就是BC的组合的原因 对吧 对吧 那么一看 因为经常将BC组合70万 来卖 与他单独售价合计差30万 那么BC经常的折扣就30万 和我们这项合同折扣30万 是一致的 证明我们现在跟人家签到这个ABC 卖到这个合同下 折扣只是B和C引起的 跟A没有关系 跟A是没有关系的 A就没打折 好像是 你看你买三项 要买三项给你打折了 70 你买A 没打折 BC 你买BC他就打这些折 对吧 这么一个 那么在这样的话 我们一分摊 分给A的交易价格就50万 分给BC交易价格70万 没有吧 BC 然后呢 BC这话 你进一步分一下 进一步分一下 按照什么 单独售价比 分一下 因为他俩7万 咱们你说每个呀 每个收有多少 没有吧 所以分摊这样的 A50万 B呢 多少 25除以100 乘以70万 17.5万 C 75除以100乘以70 52.5万 这样一个 那这样的话我发现 这个折扣就是给BC了 没给A 并不是你ABC按比例的承担的 这么一个啊 然后呢 咱们注意有一句话啊 说如果有确要证据表明啊 可能折扣 只与何文中的 部分领域有关 而不是全部的 一下或多项的 部分领域有关 而且我企业用余止法 估计单独售价时 那么 首先 在这个部分领域 领域之间 分担合作之后 然后再用余止法 先分合作之后 再用余止法 算那个单独的售价 这么一个顺序啊 知道一下 明白 好了 那我看个例子啊 接下来咱们历史四 说ABC这个产品 每个单独售价 还是刚才估计的情况啊 合金150 也有51 25 175 然后BC 组合销售的时候 折后还是30万 但是你现在卖ABC 这个时候要注意 他们整个合同交价 可能变了 那么第一种 合同总价款是160 160啊 那么甲公司与这个客户 签了合同 包括销售D产品 不是ABC了 是ABCD 但D这块呢 价格波动巨大 它在不同客户销售的时候啊 在20万到60万之间 那波动很大 对吧 这是第一种 对吧 那么在这时候注意 说了 由于D产品价格波动巨大 那么 强思计划用余制法 归期单独售价 那么现在说了 合同折扣30万 仅与BC有关 所以 现在BC之间分摊 现在BC之间分摊 那分完之后 那么A单独售价50万 B10.5 C52.5 和120 和120 然后用余制法 现在160 总的交易价格 ABC都出来了 然后倒挤那个D 对吧 用一万一估计 D是多少 D是 40万 对吧 那么这40万 就在我以往正常销售的 区域内 20到60之间 那说明 这属于合理范围 卖20也是合理的 卖3也合理 卖60也合理 那我在这合理范围之内 就使得分担结果表明了 我分担交易价格 能够反映正常转让时 预期有些收入B10机构 因为23 40 50 60 都属于合理的 波动大嘛 都在合理范围 这就可以 那就是咱们说 先分担折扣 再到几 那个单独售价 你看 那如果改成什么 合同总价款是125万 其他条件不变 还是刚才那个情况 还是呢 带着这个D 那这个时候 如果按刚才那 这个顺序 去倒几的话 ABC分完了120 再给D就只剩5万了 就只剩5万了 那这个金额 可不是在我以往 正常销售地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这个D正常卖 肯定是20到6万之间 少少不过20 你给我分个5万 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 不能反映我分担交易价格目标 不能反映我正常 因转让商品 而予有去收的地下金额 所以这个方法就不合适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用其他办法 可以考虑用其他办法 余制法 是不恰当的了 那这么一个 这个咱们知道一下 就行了 那除了分摊这个 那这个合作之外 还要考虑可编对价的分摊 给谁 对吧 就是这可编对价 是跟我们每个旅游有关的 还是跟部分的旅游有关 这样一个 对吧 就是合作包含可编对价 那么这个可编对价 可能与整个合作有关 也可能只与 恒中的某一个特性组成部分有关 那么咱们看谁来承担的问题 明白 那么说的 对于可编对价 它仅与合作中的某一个特性组成部分有关的 是这么两种情况 有两种情况 一个 我可编对价 只可能与合作中的其中部分旅游义务有关 而不是全部旅游义务 那这就是合作中的部分有关 这一种 第二种比较特殊 是不是这可编对价 可能与企业向客户所转让的 构成单向旅游义务的 一系列的可编对价分商品的 一项或多项 而不是全部的这种商品有关 这构成单元旅游义务的 但是一系列可编对价分的商品中的 一部分有关联 那这个呢 就咱们前面讲过的 是一系列的 主要是服务型的 服务项下 它是其中的部分商品 而不是全部商品 就咱们前面讲那个酒店服务一样 我那个酒店管理服务 里面具体包括好几个项目 我这可编对价可能只跟 其中的部分项目有关 而不是这个 整个旅游义务下的每个项目 这么一个啊 那说了 说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且应当将可编对价 及可编对价的后续变动额 全部翻到与之相关的某个旅游义务 或者是 那么单项旅游义务下的 可编对区分的部分商品中的 某项商品中 就是只给部分分摊 那给部分分摊什么情况呢 一个 本身可编对价条款 就是专门针对 且为了履行 这项旅游义务 或呢 这旅游义务向下的 这个部分商品所做的努力 那这样一种 那很明确说明了 这只跟部分有关 明确指明哪个部分了 那么再一个 我且考虑了 合同中的全部旅游义务 及支付条款之后 觉得 将合同对价中 可编对价 分摊到 与之相关那部分 是符合我正常分摊 交易价格的目标的 这分完之后 每个都是正常体现 自己的预期收取的金额 这样才可以 要同时满足啊 不过说你只向那一项 就可以了 就是你说这个分给他 然后就可以吗 不行 不行 还是什么 我正常的这种分摊 那么每一个分完之后 特定部分给他了 也符合原则 必须这样的 那么如果不满足刚才这个条件 那不满这个条件的 肯定对价 以及肯定对价 后续变斗 以及肯定对价 其后续变斗 额中 未满足上任条件的 剩余部分的 这个时候只能什么 往每一个去分摊了 有人说 在说什么呢 这一大段 这么说吧 这么说吧 简单来说 比如说打仗 战争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这个战争片 战争片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部分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什么呢 所谓的肯骨头那部分 就是有一波人 有一些小队伍 他要打肯骨头 打硬仗 但是呢 获胜时候 他被忽略了 他被忽略了 那这时候呢 咱们论功行赏的时候 就要考虑 论功行赏的时候 就要考虑 是不是 要给这一部分分 对不对 是不是要给这部分 因为打胜了 那比如说 我这个在主战场 我这个队我在主战场 然后呢 主战场这块 打胜了 那脚和战略比较 是不是只给我 只给我 不给别的部分 这种 这种 那如果说 明确指定了 说这块谁拿下来归谁 而且呢 这么分配 大家也都服 可以 那这一部分就归我 那如果说 这一部分的确呢 胜利品这个 是我搅和的 但是呢 离那跟那些 那啃骨头的队伍 实际上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 人要不付出 我这边不可能有主战场胜利 说那论不像 这一部分战利品 你得给大家分一分 不能光你一家 却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对吧 说肯定对家 到底跟谁有关联 第一个 是不是指定好 跟谁有关联的 第二个 这么分配 别的那个 是不是公寓 他不说公寓 但就这个意思 就这么一个 好了 那注意 对于已经履行的 旅行义务 那么分担肯定对家 后续变动 那么应该注意 应当调整 变动当期的收入 那收入力已经履行完了 后来又变了 怎么办 那么直接调收入 可不定对家 变动调收入 要注意 看个例子 甲和乙签订了合同 将其拥有的两项专利技术 SY 授权给乙使用 甲定SY 分别构成单元的义务 而且都属于10点 那履行的旅行义务 授予了 可以转移 那转移收入了 合同医生这样的 受限使用S的 价格80万 Y这个呢 是一个可变对价 为什么呢 是乙公司使用这个专利权 所摄影的产品的效果的3% 可变对价 那么SY单独售价 一个是80万 一个是100万 假呢 做了一个估计 估计什么呢 就受限使用Y 有权收入的特许使用费 为100万 就是我估计呢 按你的 整个啊 你不是说按使用的情况 然后呢 按比例来拿嘛 整个估算来大概也是100万 那这样的话 注意这合同向下啊 固定的80万 可变的100万 对吧 固定可变的 然后往下分配 往下分的时候注意 S80固定的 对吧 和它单数下一致 Y这个呢 是整个收入的 整个正常用生产 它用它生产的产品的销售的3% 可变的 对吧 那么 咱们说了 这可变这块 咱们估计金额也是100万 和它的单数下也是相匹配的 对吧 这么一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固定的那个就给S 可变那个就给Y 这种分配是符合交易价格的 分担目标了 每个都体验自己的 也有的价值了 就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一个就是80了 一个呢 就是未来的销售情况的3% 对你 基本都符合你的应用价值 这样一个啊 好了 咱们看一下考题情况啊 那么20年在这考了一个单选题 我们看一下 说20年7月1号 甲公司啊 与客户签了一项合同 向其销售 H和K两件商品 合同交易价格5万元 整个合同下啊 H和K 这个商品 单数价 一个1.2 一个4.8 那咱们一看 哦 有一个合同折扣对吧 1万元 然后合同约定了 H商品 合同开始交付 K呢 7月10日交付 等时天 那么两个商品都交付之后 甲公司才有权收取 全部或还 那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例题 对吧 这么一个 然后说交付H商品和K商品 分别交付单级的义务 空前分别转移交付时 不考虑增税 那等税费其他因素 问 说甲公司在交付H的时候 要确认的 确认什么 首先咱们一看 先交付H 收入那收入呢 可以确认了 但是不能做应收 做恒资产 多少 1万元 对吧 那就是咱们讲的一个例子 它既包括了一个 关于那这个分摊的问题 就包括交付价格扣对吧 包括呢 交易价格分摊 那么又包括一个什么 红资产的问题 所以 B选项对吧 比较简单 比较直接 对吧 那交付H做收入 确认红资产 1万元 按比例分摊 就完了 好了 那这是呢 咱们讲关于这个交易价格分摊的问题 那整个分摊 那说起来 好像是挺难的 但是你发现 给它列几公式 一解释 大部分 都好理解 唯一难点呢 就可民对价那个分摊 但是呢 我希望 我讲完那个 说战场中 那个打仗的例子 大家就能明白了 这个战利品 是不是都给某一方 可不可以 如果大家都觉得公平 就可以 如果觉得不公平 你琢磨琢磨 怎么分配的问题 对吧 就这意思 好了 那这是呢 咱们这个 五步法下 前四步 那咱们说啊 这个前四步干嘛呢 就为了做收入 做准备 对吧 因为前四步下 几乎看不到分路 即使咱们那个讲那个 重量如同成分 那个有分路 对吧 有分路那个 其实也在控权转移时 做的分路 控权转移时 平时我们分配时 并没有这个收入 对吧 所以咱们前四步 都在给第五步 做准备的 那咱们考试当中啊 前四步一般考宽地区多 但是呢 在主观题中 也可以考 考一些判断 所以肯定要掌握 而第五步 又回到大家 比较熟悉的情况了 该做收入了 那所以大家 大家比较熟悉 那些情况了 到时候呢 大家可以轻松一点了 所以呢 接下来 咱们要讲这个第五步 但是呢 内容多 好学 好学在哪呢 大家熟悉这种 讲课方式 前四步大量的判断 大量判断 第五步不是没有判断 而是说 大家更熟悉了 好了 那我们稍微修一下 回一回我们前四步 然后准备进入 我们的第五步的学习